吉隆坡光泉村两间住家今天下午突然起火燃烧 附近居民发现火事后 照来消诊员到场灭火 居民也在第一时间救出受困的一名七巡老妇 老妇事后没有受伤 但是却饱受惊吓 吉隆坡消诊局是在今天下午3点接获投报 从4间消诊局派出26名消诊员赶到现场关救 火灾涉及两间住家皆被百分百烧毁 目前仍在调查起火原因 另一方面 吉隆坡市政局咨询委员 兼公正党旺杀马朱区部主席黎正兴指出 根据居民透露 相信当时除了老妇并没有其他人在屋内 同时指消诊员接获投报后 在短短15分钟内就赶抵现场 吉隆坡一名华裔妈妈 今天早上11点37分出门时 把钥匙忘在住家内 结果家门自动反锁 一岁大的女童当时独自被困在公寓的住家当中 这名妈妈急得向消诊员求助 消诊员到场后 利用绳索从高楼单位降下阳台 成功入屋开门 索性一岁女童没有受伤 消诊员客中文童 Henderson